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惩罚的目的原本是改变孩子的不良习惯 然而前天夜里就独于江苏四阳下城区某小学四年级的女生小丽 却因抄作业被父亲过度体罚导致窒息 后经医院长达15个小时的竭力抢救 她还是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是将她拖到车棚里进行殴打 并将其双手反绑跪地进行体罚 再用绳子将女儿身体固定住的 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啊 再来看看这条微博 你会因一个人吃饭发愁吗 日本某咖啡馆推出了陪吃公仔 这家咖啡馆为了避免顾客单独就餐的孤独和尴尬 特意放置了一些毛绒玩具坐在店里陪顾客一起吃饭 好贴心的商家啊 就有网友评论到 自从有了毛绒玩具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孤单的吃饭了 最后来看看这条微博 最有爱的葬礼 美国印第安那州克特兰的五岁男童布雷登 不久前因患脑癌去世 为了实现他崇拜超级英雄的遗愿 于是蜘蛛侠 钢铁侠 蝙蝠侠 绿巨人 超人以及雷神索尔 出现在了他的葬礼现场 为其抬官入葬 他的妈妈感慨到葬礼太酷了 这就是他想要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丰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